中秋節快樂, 人月兩團圓 中秋節又到了 為慶祝這個人月兩團圓的節日 Chantelle、姚卓飛 這天和小飛像 還有好友潘靜雯來個整餅約會 整餅餅之餘, 還做了雞蛋仔 在下手下腳整餅之前 Chantelle和Shermon 先去街市買材料 在這麼多潤食材當中 挑選靚鹹蛋 對缺乏經驗的兩位來講 最有難度 經過當口姐姐的講解之後 她們最終還是決定這樣選擇 這個我真的無法選擇 我也無法選擇 如果是要拍直覺 對, 你們可以試的 你們試了翻譯 你比較好 我們不如這樣拿25隻走 是嗎? 我選擇這個重點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點 我們剛才去了很傳統的一個街市 很有懷舊的感覺 連那些榜也真的很傳統 很傳統 是不是在那裡買的蛋黃 看到你也對這些蛋黃也有研究 對, 因為我自己未見過鹹蛋的樣子 而且原來它很健碩 所以我也是第一次見識 我有試過買皮蛋 但我未試過買鹹蛋 對, 剛才老闆娘說要秤她 自己拿的手 但其實在我心目中… 但我也… 沒有什麼分辨 對, 其實我都沒有分辨 所以我們隨便憑感覺 拿了二十多隻就走 選擇食材只是賣出成功的第一步 這次Shantel 她們要製作傳統月餅 需時比較長 步驟也繁複少 所以第一次製作傳統月餅的Shantel 也有一點點擔心 傳統月餅是第一次 前一星期我製作過奶黃 對, 看一看… 是否喜歡吃奶黃月餅那些 對, 還有第一次製作 希望可以在奶黃月餅的經驗上 摸出來 摸出傳統月餅 因為要讓月餅皮發酵 所以在這個間規 兩位小妮子就先製作小雞蛋 成品的質素也不錯 好, 到重頭戲製作月餅 這次她們除了製作有飛字 和Shantel新歌 這個姿態字樣的 方形傳統月餅之外 原來還有很有趣的動物型月餅 我們現在就製作好 好像一隻豬 我們現在製作了老鼠 小兔子 製作了小兔子 時間一轉 新鮮熱辣的月餅 終於出爐 雖然我們隔著螢幕 聞不到香味 但見過賣相真的不錯 Chantel和Sharmon都食指大動 我側面買的感覺 我是完全… 不只是自己吃 Chantel試吃過後 馬上跟小飛醬分享成果 聽到粉絲個個都說好吃 Chantel也一念滿足 好嗎 很好嗎 ację螢幕 好 太好了 感到 謝謝